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婷 刚刚真的发生了一件让我特别害怕的事情 吓死我了 我是刚刚边走边看着手机 我其实我不是在玩手机 我是在做正事 我是对字幕 怎么感觉我不让费一分时间 其实就是我准备说这个时候把视频发出来 然后我就边走边对字幕 然后突然一下一声巨响吓得我 然后我就看到摩托车被抛出几米外 哄的一声 出车祸了 然后我瞬间就把手机放进了口袋 好吓人 这是一个电动车被一个小车给撞了 我也没注意到他们到底是谁的过错 反正撞了是小车撞的电动车 摩托车 不知道是摩托车还是电动车 反正我也没注意 因为我没有在看 然后我就不敢 我就不敢看手机了 我还是回店里再堆字幕吧 太吓人了 幸好那个就是说一点就是说他们那个不严重 应该只是一个轻微的摔伤吧 毕竟那个是个转弯 是个红绿的路口 然后他们的那个速度都不太快 所以应该没有太大的事情 这是应该比较让人安慰的 我刚刚在这里经历了一个车祸 太吓人了 那个摩托车被那个小车给撞翻了 吓死我了 一声巨响 幸好我觉得摔的还是不太不太重的 应该没有太大的事情 好吓人啊 过马路要小心 估计这也是小胖不让我骑电动车的原因 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我现在觉得 就是说走路还是不要玩手机 特别是过马路的时候 过红绿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因为我好像看到好几次了 就是这种小的车祸 没有什么大事情的 但是也蛮恐怖的 那像我这种 就是要更加的小心 是不是 我从这里到店里的话 只经过一个红绿灯 但是要经过很多那种路口 没有红绿灯的路口 也要过车的那种 所以我平常都蛮小心的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小胖 自从就是我怀孕之后 他就不让我 不让我骑那个电动车的原因了 因为 因为我本身就是刚学嘛 那时候刚学 学会了之后就发现 学会了之后没多久就发现 要怀孕了 然后他就严令禁止我 不让我骑 因为他说你都没学会 那要是出了点事那可怎么办 所以就没有在学了 不然没有再让我骑 我也就很听话的 每天走路走一走也健康 锻炼身体是吧 就是走路过马路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注意安全真的 刚刚是真的把我给吓了一跳 我现在决定 以后我对字幕 再也不在路上对了 应该不安全了 他们没有人知道 我是在路上对字幕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路程特别长 然后总觉得应该做点事情 来消磨一下时间 现在我还是把这个时间用来认真走路 生命安全最重要 我现在可是 是吧 我现在应该说算是重点保护对象 自己对自己重点保护一下 安全第一